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今天初微星给玩家们带来他们的超频特化主板 Z790 IMPOWER 双内存插槽 iMA DX版型 2000元的价格俗称小APEX 直接把8000加内存超频这种大几千奇典版的功能 下放到了千元级别的产品 华硕这边 虽然天天搞各种ROG信仰收割的十足 但是这种终端的性价比市场也是要抢一抢的呀 于是就推出了本期视频的主角 Z790 IMPOWER OC WIFI主板 同样是主打超频的 官方价格1899元 虽然看这些地方有明显的有刻意的缩水 滑车的老调性了 但是价格其实都还好 而内存这块呢 从18年芝奇推出DDR4的皇家机内存 当时的高频内存几乎就是芝奇一家独大 再去翻当时的视频 居然都过了6年的时间了 芝奇才推出了DDR5的皇家机 说实话呢 芝奇还是我心中最喜欢的内存品牌 我自己装机DDR5几乎都是芝奇的幻风机和雁风机 但是不得不承认啊 现在芝奇的优势已经没有DDR4时代 那么明显了 OK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来看看这两个产品 在插发一起的之后会有什么有意思的结果 电部新增 机电散配件 追风者M25 PWM风扇公包三把 只要49.9元 适合机箱散热用 海运FOCUS V4新品上架 售后直接对接工厂 绝对靠谱 立民TF7规制只要9.9元包邮 雅军W15三代规制19.9元 是工作室使用同款 猫头鹰风扇全型号全网低价 旗舰A12X25只要199元 外商方面VK三摩键盘299-399元 ROG HyperX欢迎咨询 还有ROG追风者瓦尔基里VK 猫头鹰海运乔斯伯雅军 黎明 银广 泰坦 库里奥 大镰刀 九重封神等 涉嫌于很多厂家有限价 具体温客服实际价格 非常优惠 欢迎来电潮玩果斗数码选购 我们跟海运也达成了长期合作 海运最近新推出了FOCUS的V4版本 首先是将背面的MOS管移到PCB正面 减少热机锯 接着MOS管垂直按照于类似小卡上 使用导热归之提高热散散率 将MOS封装直接提高PCB 充分利用铜铝散热能力将热量兴致带走 白色版本的接口电源线也是全部白色 非常好看 电部下单可以撕掉优惠 还可以送过签名的海运许老店 但你要是陈陈签名的 下次会可以找他前一点 首先我们来看主板 滑了这块Z90 IOV OC Wi-Fi 乍一看有不少方便超频的配置 实际上也确实有 要说之前的 当然就是这个仅两条的内存插槽了 可能有观众会问 这个板子就两条内存插槽 这怎么应用 完全不利于后期的升级 可实际上 在内存超频这样的应用场景里 两槽的主板 确实会比四槽的主板 更容易冲击到更高的频率 其他主板 诸如华卓Z90 Apex Syncone 微星Z90 NIFY X EVGA Z790 DARK KIMI 都是类似的双槽设计 而且讲句不好听 很多四槽内存插槽的主板 其实大家也基本上只能插到两根用 因为四根的频率 会比两根要低很多 再看主板的右上角 哟 这不是ROG限定的启动键吗 如今瞎不到了 其实是定位有些盖的 AOV主板啥 你说这是吕布骑狗 还是昔日花魁娘子下架卖油狼 反正就是那种 我要缩一点 要拉开我的主板的定位区分 又要给你弄点高端板子上的功能 不能落后于有伤 既要又要 扭扭捏捏的 那废话不多说 既然主打内存超频 那就超加试一下 搭配工作室的这颗1470K 以及这一对支齐的皇家戟8000C40 24GX2的内存 我们成功达成了8400C42过测的好成绩 这还只是略微调整的几个电压和第一时序 就达成这样的工作成绩 如果能更深入的调整的话 想必能冲击到更高的频率 我们这次搭配的是一对皇家戟内存 颜色的镜面外观非常亮丽 顶部类似水晶纹一样的导光条 哪怕不点亮都非常炫酷 同时X3P8000的设置让它在出场的性能就非常强劲 就是说玩家要一折腾 再往上冲击更高的频率也是潜力十足的 非常适合追求外观或者说喜欢那顿超频的玩家 不过DDR4时代 志祺是专门为了这个皇家戟搞了个展示盒的 DDR5时代反而一切充剑了 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 DDR5的皇家戟已经上市了 我们再回到这块Z90 IOV-OC的主板 主板的外观整体采用了银白色的马甲与黑色的PCB 是比较主流的颜色配置 Io的散热装甲部分实际上是与Prime Z90 A Wi-Fi保持一致 设计了一个透明的窗口 不过下方并没有设计成RGB灯 不知道用于何在 结果方面它在背部搭配了一个HDMI接口 一个BIOS清除按钮 四个USB2.0 Type-A接口 其中一个是支持无优刷BIOS的 两个Type-A 5G接口 一个2.5G网口 还有两个USB10G接口 EA1C 以及WiFi天键接口和三个音频口 无线网卡型号 或是联发科的7902 支持WiFi6E 这个背部接口的配置怎么感觉 似能相似啊 好 这个USB数量其实严格对比较有伤是吧 华硕还是有一手的 不过隔壁的接口可是有三个实际接口的 这波华硕还要小数一手 主板周围的接针倒是挺闷腹的 包括两组前置USB5G接针 两组USB2.0接针 以及一个实际速率的前置USB Type-C接针 扩展器方面 Z790IOV OC搭配了三条PCIe x16插槽 下面两条跑在4.0x4的速率下 以及两条PCIe 4.0x1的插槽 不过上面这条大概率是要被显卡挡住的 从此方面配备了3.0M.2接口 均衡支持PCIe 4.0x4 以及四个芯片组原生的SATA接口 这一提是Z790IOV OC的第三个M.2接口 其实是支持SATA协议的 如果用户有M.2接口的SATA硬盘 就不用转接了 我们还是照例在这里贴一下主板的拓展图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暂停看一下 可能有不少观众会好奇 那内存超这么高真的有用吗? 有用肯定是有用 里面有跑分还是能看出来一些差距的 但是实际游戏到底提升有的大 值不值得花这么多钱 我们就把游戏测试端上来看一看 到底能上到8.4的 了效如何? 我们先取了两个典型来测试 3.0选择的最近非常火的黑神话悟空 跑的是性能测试工具 高中区的网游选择了经典的内存测试游戏 追击求生 这个差不多是DDR4时代 就是对内存频率比较敏感的游戏 当时也是推动了高频内存的市场 回到DDR5我们对比用的几个频点分别为6000 7200 8000 6000和7200算是目前比较容易达到的频率 8000以上的还是比较挑主板和内存的 测试平台的其他配置 我们在这里打到屏幕上 实际上来 绝地求生的提升倒是能观测到 各个频点的帧数差距都存在 但是不明显 而且游戏的优化也是一言难尽 显卡的占用其实跑不上来 我们这套配置测试不同分别率的10帧数 居然是大差不差的 仅能看到CPU和显卡的占用区限 比较符合我们的经验 而黑神话就不一样了 几个频点的平均非常接近 几乎没有任何提升 而其实大部分能把显卡吃满的三元游戏 其实结果都和黑神话是类似的 内存频率并不会带来特别明显的帧数提升 这样的游戏应该算是两个极端了 除非能有什么游戏能做到内存高频 反而能带来负提升的 不然黑神话悟空这样的例子 应该就是内存频率提升的帧数提升的下限了 说到内存 既然是Z790主板 那肯定还是要测一下CPU的供电能力的 这张主板搭配的供电规模是12加1加1项 每项60安CPU供电线为8加4品 我们用解锁功耗强的1470K来测试 FPU烤机软显功耗在300W左右 烤机三分钟后 Io测的散热装甲温度在72度 顶部的装甲温度在69度 主板最高温已经接近90度了 而且CPU供电线材的温度也来到了接近60度 此时前表显示的电流已经来到了31.2i 单线通过电流约为5.2i 这个温度还是比较极限的 建议屏幕前在使用上主板观众 给主板还是要设定一个合理的功耗墙 它在CPU超频方面的极限确实不算很高 主要的长版还是在内存超频方面 不过毕竟是英特尔的平台 千年大家就别说超频了 默频用都要非常谨慎了 得去跟最新的BIOS 使用符合英特尔官方标准的降频设置 所以说我们也测试了一下 英特尔Default setting下的考级表现 253W的功耗 ZC90 AUV OC应付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 温度比较凉快主板最高温度已经70度不到 来总结一下 华硕的ZC90 AUV OC WIFI这款主板 虽然外观看起来就先盖 不像那些ROG主板搞了一堆很夸张的马甲 但是在内存超频能力与便利方面基本上拉满了 双槽的设计 快速启动键等都算是传品亮点 董豪能自然会觉得 这还是一个不错的性带比产品 除此外外部的脱转性也不算拉垮 两组前的USB-A口的街灯设计 可以更好适配一些高端机箱 1899的价格也可以说是内存超频的入门之选 不过如果华硕永远把背部的IO做的丰富一些 那么产品的经营力也会相比更好的 不过华硕肯定不会的 要不然你都买这个板子了 那ROG的板子怎么卖呢 而这些皇家戟内存 6年前DDR4时代首发时的经验场景 GJN莉莉在目DDR5的皇家戟 来的却是比想的要晚一些 是连锋老蚁尚能犯否 还是老当益壮令以白手之心 我们还是要看市场的反馈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不知道你如何评价这两款产品呢 欢迎留言带弹幕与我们交流 要是在我们别忘点想打个点赞 因为我们是全联YouTuber 你们点赞不订阅 并不订阅更多电脑增码 可以关注微信中号 传个下方可以订阅购买电脑 欢迎订阅传播公司数码 或者偷窗传播客 传过监控下见 拜拜